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在这里做一个无线的一个小的麦克风的一个开箱 就是一个Fone科的一个G2的一个无线的一个麦克风的开箱 那我们话不多说先打开看一看 这就是Fone科的一个无线的一个麦克风的一个盒子的主体了 可以看到还是非常小巧的 对吧 还是比较小巧的 可以打开看一看 前几年呢 我觉得可能是国外的一些品牌会更好一点 会有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品牌的效应吧 那么这几年呢 我觉得很多国产的品牌都做的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一些小的品牌 所以很多时候我也用一些小品牌的一些设备去拍摄Vlog 而且我觉得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看到就是后面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国产的厂商 去服务国产的一些Vlog 我觉得这样是一件非常让人开心的事情 打开了之后呢 整个包装就是这样的 麦克风很小巧 就是这样的一个 非常非常小巧的一个麦克风 应该也没有什么更多东西了吧 现在我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并不匿名的小公园 但是可能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所以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光比非常的大 我看上去我的衣服都过曝了 那么在阴阴里站一点 然后这个阳光特别有那种夏日午后的感觉 那种童年梦惶感 那我现在用的呢 就是这样一个凤科的一个G2 可以看到我这样一个外壳风放了这个地方 然后今天的风比较小 所以我就没有用防风罩 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怎么样 我现在是用这个凤科G2加9 大概是加9上面的这个参数是加9啊 这样一个方式去录制 然后用的是索尼的一个A7S3 大家可以听一听这感受怎么样 因为这公园里面呢 有很多人在这里跳舞啊 唱歌呀弹琴呀 还有很多小朋友 大家应该能够听到这个声音吧 然后不知道我说话的这个声音感觉怎么样 大家可以听听 然后放到这个地方 大概是有十几厘米的这样一个长度吧 看看 这个声音是不是很清楚呢 看这里很多人在跳舞 那边 这环境真的是非常不错 看看 这边真的 绿油油的 是不是 可以大家可以尽情的听一下这个声音 会不会有过曝啊这种感觉 当然了 我如果回去的话会发生过曝的话 还是会处理一下 大家可以听一下 就是在这种 相对来说有点嘈杂的环境下 那个收音效果怎么样 是不是比较有指向性 然后可以看一看这边 跳舞 原来那些无线麦克风呢 基本上都是使用外置的一个麦克风 比如说小蜜蜂 然后放在胸口这样去使用 当然现在这样使用场景还是很多 但是我发现对于Vlog来说 经常去绑到衣服上面呢 还是很麻烦的 所以现在很多的无线的一个收音设备呢 它都自带了麦克风 比如说这个样子 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去收音 那么它的自带的防风罩呢 也可以直接使用到产品上面 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直接插上去就可以去使用了 那么我发现在很多Vlog的场景下呢 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是非常简单 因为有的时候外面风比较大 你忘了带一些 就是有防风罩的小蜜蜂的时候呢 这种方式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很多Vlog里面呢 基本上都是直接拿着这个去收音 而不是再去接一个麦克风呢 我觉得无线麦克风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当你拍其他环境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在拍这些人在跳舞 然后我也可以说话说得很清楚 这是比较好的地方 像是枪外的话呢 就指向在那一边的话 那一边的话呢 前面的声音可能会更好的 但是我想在后面说的话呢 声音就没有那么清楚了 所以呢我觉得一个无线麦克风还是很好的 所以我自己回家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经常在做家人拍摄的时候呢 这次都用了很多的无线麦克风 因为这样的话说话话也比较清楚 大家可以听听这个环境的声音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北京市政府做了很多的一些绿化 还是不错的 虽然说这个地方是家附近的 应该是很早就有的一个公园了 但是我在经常在一种小路啊 或者开车路上就能看到附近有那种小公园 我觉得就可以过去看一看 而且这些小公园呢 都打理的其实非常的好 然后有很多的花很多的树 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就是 我不认识的花草树木吧 还有浇水的一些工具 所以我觉得就是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市民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好了 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不错 我现在呢会发现其实 尤其在家里去上网啊 玩电脑什么之类的 还不如在家里附近去走一走 还可以拍点照片 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很好的 所以大家觉得呢 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周围的这些环境 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呢 在经过几天的使用呢 我觉得这个收音设备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 而且我也听了一下在外面行走的时候的收音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虽然我觉得这个声音稍微有一点点尖锐 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室内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上面去收音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戴着耳机 不过是不是因为我头发太长了最近留的耳机看到不是很明显 总之我是戴着一个耳机 那么是因为它的收音的那一部分呢是可以去监听的 而且还可以一键静音 我觉得还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就在这么小的体积 在这样一个价格里面呢能有这样的一个音质 而且还有这样的功能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 虽然说它的这样一个监听听起来这个声音有点空虚有点飘 可能是因为在这么小的体积里面呢要做得很好的一个监听的收音呢 可能也是有点困难 但是我觉得至少有声音要比没有声音要好一点 因为总是要比在录制视频的时候呢 看这样一个播信图要好一点 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它的收音虽然说没有我的K3M那么好 毕竟K3M是XLR输入的 而且它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 它一个收音设备就要四五千 所以我觉得音质上面有差别还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价位上面呢 这样一个收音设备和它的一些功能 包括它的音质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备 就是如果你是要入门去录制Vlog 录制一些播客的话呢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收音设备还是不错的 它所有的功能都还是比较齐全的 它的充电也非常的快 它还有静音还有监听的功能 虽然说监听的这个声音 可能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但整理上面来说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了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 无论任何的一个收音设备 无论它是高端还是低端 还是入门级 其实只要这样一个收音设备 离你的发声源 比如说现在是我的口腔 离得越近其他的声音收录的就越好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这个收音不够的好 我还是建议你离它稍微近一点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我做Vlog 是会拿着无线的收音设备 然后放到嘴巴这里去聊的 当然了在Vlog里面要获得一个好的音质 光收音还是不行的 还是要摸清楚器材的一个笔性 比如说我之前用的Wireless Go第二代呢 我觉得它的收音会经常会炸掉 在默认的设置情况下 后来我设置了一下我的相机 然后再录制音量在10左右的话 然后Wireless Go第二代-12dB 大概是收音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保留了所有的数据 那么在K3M上面我自己试了一下 减10dB减20dB都可以的 就是尽量的把录音的数据全部保留下来 今天天气真的太好了 我现在都已经是F22了 才能保证自己不够爆 真的是很晒 前两天才刚刚下完雨了 现在就已经这么晒了 看看这个天气真的很蓝 这个输入也很绿 很有夏天的感觉 另外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小的无线麦克风 有一个好处就是看上去不会那么的夸张 就是枪麦的话 上面会有个非常大的一个指向的 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恐慌 就是别人看到你 会觉得这个人在干什么 当然我拿的A7S3其实也已经非常的夸张了 就是走来走去的这些人 都觉得我有点什么问题 包括保安也会经常看我 总的来说还是会稍微好一点 因为毕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枪麦 包括枪麦也会有防风罩 所以整体上来说会好很多 就是别人会觉得你是在自排 就像拿手机自排一样 但不会觉得你是个记者或者采访 所以今天我选择的环境是比较嘈杂的 一直都是有放鼓针的声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公园放的 然后还有很多人在这里唱歌跳舞 还有很多小朋友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下枪棋打牌的老人 所以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 它的录音的一个效果好坏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时候你录Vlog 都不会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面 所以一个好的声音还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你也不能完全屏蔽 周围环境的声音 包括对面 比如说我节拍的时候 要跟它的沟通 不能完全屏蔽掉它的声音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声音怎么样 大概是据我嘴巴这里 就是十几厘米的样子 就是环境你不能完全的屏蔽掉 还得保证你说话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好 并且默认的情况下 没有那种过报各种麻烦的事情 好吧 那这大概就是今天的Vlog分享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意见的话 也欢迎在下面去评论 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 那么我们今天的Vlog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